房委會在星期四公佈 截至今年3月底 一般申請者平均輪候公屋的時間是5.3年 交上一季輪候時間下跌了0.2年 至於獎者一人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是3.9年 同上季度相比維持不變 房委會亦都指平均輪候時間錄得改善 主要是由於過往幾季 有為數不少的公屋單位學工偏配 是消化了部分輪候年期較長的 一般申請者的公屋需求之後 在2023年第一季 獲分配單位的一般申請者的輪候時間相對較短 令到整體的平均輪候時間輕微縮短